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大学教授 一个华种取宠的娱乐学者 一个玩世不公的画画公子 但最终在宗教信仰者眼中 他变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使者 在无神论者眼中 他变成了宇宙中某种超级力量的代言人 在全人类眼中 他变成了救世主 他就是罗吉 你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聊三体二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讲的是 在三体人大兵压井前夕 人类文明到底是战士逃还是何的故事 结果就是分队逃亡主力战败 最终罗吉站了出来 一亿计之力威慑三体人 使得人类免于毁灭 两个文明也进入了暂时的核举 那罗吉是如何从一个吃瓜群众一步步登上神坛的 这个故事就要从危机元年 也就是2007年的那个傍晚开始说起了 叶文杰在女儿杨东的墓前约见了罗吉 引导罗吉开创宇宙社会学 并向他传授了宇宙的两个基本功力和两个概念 功力一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功力二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 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两个概念是技术爆炸和猜疑点 罗吉并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深不可测 但是德高望重的叶老师告诉他这些 一定另有深意 罗吉一字不漏地记住了全部对话内容 而随后叶文杰背部 暴露了三体组织同帅的真实身份 罗吉更觉得这次谈话不简单 但他什么也不想做 他继续花天酒际 这次对话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他怕受到牵连 罗吉不知道的是 叶老师已经把这个宇宙中最重要的法则 重在了他的心里 把对付三体人的终极武器传授给了他 从此罗吉成了三体人最害怕的一个地球人 从此地球三体组织展开了对罗吉持续两百年的追杀 罗吉也被三体人和地球人合力推上了神坛